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講什麼呢? 疫情都避免不到 疫情和特首的處理手法都是值得講的 不過今次有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我自己的個人感覺 香港真是很害怕 以前幾兩年的疫情 香港都沒有害怕得那麼厲害 第一當然晚上大家不能去 不吃飯 沒有什麼人罵 沒有什麼人吵 其實大家都很理解這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但奇怪的地方就是 其實連吃飯的地方都少了人 你記得大家年多前的時候 第一次Bang的時候 不給晚餐吃 不給晚餐吃 搞出天然大波 很多人吵 林鄭或者政府都不明白 大家要坐在街邊吃飯 但這次似乎在很多食肆的中午地方 大家都是買回去 寧願找地方吃 其實大家怕什麼呢? 如果大家比對第一代的疫情 就給回Omicron Omicron 似乎給大家的說法 就是外國好 香港好 有些人騙了之後都說出來 其實是嚴重的傷風 嚴重的感冒 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有些人 你看到有些人 在網上傳出來說 我染上Omicron 那個感覺是什麼 喉嚨痛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那個情況 都不是說差得那麼厲害 可能三四天 就開始轉好 有個說法就是 Omicron 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它不下肺 不下肺 你就沒有肺炎 沒有肺炎 你就不會死的機會 是低很多 外國的人可能是弱些 或者可能其他方面 都有些死亡的個案 或者那些老人家 那類的東西 香港你聽到的 似乎中招的人 就不是說那麼多 就是那麼辛苦 你進醫院的 也就是 很多外國的地方 基本上就叫你回家 就這樣自己坐在那裡 我都認識別人 就是染上了Omicron 他的說法就是 通知政府 就是自己測試完之後 通知政府 就是英國 他說你回家 自己在家 就是自閉一個星期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不是很緊要 如果這樣比對之下 為什麼香港人 今次特別害怕呢 害怕得那麼緊要 其中的理由是什麼呢 三個字 捉高彎 今次很多人說出來 捉高彎 進去的情況是怎樣怎樣怎樣 如果大家看看 上次我進去吹啞山 都是14天 我坐了12天 但是當時 感覺環境 一樣東西 都不是太差 吃就真的很差 老實說 但是今次 如果看回一些人 說回捉高彎 就直接有個說法 捉高彎 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租高彎 你進去 那些人進去 那些人進去 就是法國 就是這樣又沒有 那樣又沒有 就是我最重要的情況就是 就是政府 可能今次 突然間 措手不及 就是你可能 平時 就可能是 擺住幾百間房 就準備好 其他有人 才調過去 如果不是 那麼多人 都不用調過去 但是今次已經 千多人 但是我千多間 還未準備好 如果你看看的時候 就是今次 就好像林鄭自己說的時候 就說 差不多每一天的安心出行 都通知 大概一萬人要去檢疫 那你想想 那你想想 所以我們在高彎 就坐到 住到 爆到差不多 頂了 那其他地方就穩 但是你越快越多人 緊密接觸 要入足高彎的話 那個政府 可以做安排 去搞定 人 食物 物資 就越來越踢腳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人們投訴是應該的 捉高彎叫做糟高彎 這個說法真的沒有什麼錯 到現在 你已經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特區政府或者林鄭 我們說白一點 很清楚 硬的社會就不會罵你 當然捉高彎的問題始終都在 希望她慢慢丟多些人下去 搞定她 但是硬是應該的 例如今日林鄭出來宣佈 小學和幼稚園這個星期五 或者之前暫停面售貨 直至到農曆年後 其實我又真的不是很明白 既然是這樣 為何不包括中學 老實說相差都不是太遠 中學是幾十萬人 老實說你快要放假了 為何不立刻大家做完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都不是很明白 如果你要硬的 就是應該保護在讀中學的學生 就是這個應該去做 但現在就沒有 會不會再隔三幾天之後 突然間又在中學那些又不用回家呢 可能有個說法就是 沒有什麼中學生 就是中學生可以做到東西 所以就不做 這個說法對還是不對 我就不知道 林鄭今天宣佈的時候 她有一件事特別說 我都覺得這件事是大家應該做 那已經做到了 那就是說 那些專家已經批准了兒童 是接種科興疫苗 那現在就擴展至五歲至十一歲的兒童 但是風險控制那方面 先是跟長者打針 兒童就以學校為本 就政府派外展隊學校打針 復課後才打針 中學這個階段就不受影響 1月14日暫停面秀課堂 復課後安排打針 這個又是有些特別的看法 好了 我們在這裡也說說疫苗接種率 老實說全世界都大家做同一件事 就是谷針 美國、英國、香港、大陸都是谷針 林鄭也說沒有打針的人 病毒量較高 叫一些未打針的人去打針 上個禮拜公佈落實疫苗氣泡的時候 那些人就真的多了去打針 即是谷多了 我都預約了 不過要預約到一月底 才可以去打第三針 打第三針 但是沒有辦法 大家都明白到 這個時候大家都可能是安全為上 尤其是接種手針的市民就明顯上升 那這班人第一就是 為何會去打針呢 第一個理由就是 害怕 開始發覺不是完結了 可能還來 第二 有些機構都開始出聲說 大家同時間如果還沒打針的話 可能還不能上班 美國已經在做這件事 香港港鐵公司也是這樣 其實很多私人機構 老實說都做了 可能跟同事談 究竟你有沒有打針 為何不打針 你真是不打針 不打針的時候 你對其他同事就不是很公平 我多你兩三我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辭職 或者去打針 兩樣都有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你是說一間公司 有這麼多人在的時候 你要保障這麼多人 其實你一定要告訴他 你要打針 你不打針 現在不是炒 不過可能麻煩一點 很多事情都 慢慢慢慢 這個一定要打針才能上班 打針 吃得飯已經成為了常例 現在會不會再走多一步 政府有傳聞說 他到二月的時候 都會做這件事 我的理解 很多不少私人機構 尤其是今次都在走這件事 我亦都覺得大家走是應該的 因為老實說 你保護的人是大眾 吃屎 一遇到 立刻要關門 即是沒有生意做 我又試問一句 如果你私人機構 你有幾十個同事 突然有人有事 那你是不是公司裡面 其他同事 是不是緊密接觸者 如果是緊密接觸者的時候 那是不是又要進去租高灣 或者停工 問題就是一件事 如果食股 是要停止的時候 你又做公司 你這裏停止 你做生意的 會不會都有影響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一旦要問那句說話 是不是你應該 即是現在 走先一步 走早一步 問同事有沒有打針 沒有打針 就麻煩你去打針 如果慢一點 如果你真的不打針的時候 就說公司 目前未有什麼特別做 但這個我們都覺得 不是很好 盡量打針 去打針 不是的時候你就弟子 這個我覺得 香港的私人機構 除了食股之外 應該也走這一步 因為保障自己公司的運作 保障所有同事的安全 都應該這樣做 今天就說到這裏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